大陸現在很多地方的溫度都是零下幾度開始算 在湖南的張家界卻舉辦了一場冰凍挑戰賽 選手們必須要在這樣的酷寒天氣當中來泡冰水 同時還要吹電風扇吃冰淇淋 一旁的人光是看真的快凍不掉了 張家界天門山頂上舉行熱血沸騰的冰凍挑戰賽 那位不怕冷的雪人將在這裡一蹶高下 我有備而來的一定要拿出我的好誠意 參賽選手只穿一條泳褲 在零度的冰水中耐寒看能撐多久 完全沒有問題可以繼續比賽 不只泡冰水難度在升級 寒風中吹著電風扇 這滋味動到無法形容 比賽到最後只剩下56歲挑戰者陳可才 他正享受冰棒大餐 香港的觀眾一起來倒數了 3、2、1 成功在冰水裡泡整整60分鐘 皮膚幾乎凍成了紅色 但他打破63分鐘的耐寒進入 64分鐘 以64分鐘成功奪得 2015年耐寒王稱號 而這一連串的項目比下來 挑戰者的耐力驚人 一般人公視看都已經等到發動了吧 記者陸自愈 綜合報導 記者陈女生